好,我们掉了视线,继续来关注 到底是来自蓝金华人资讯网的记者 现在5月2日的消息 美国司法部发表了声明表示 在4月25日 FBI底特律地区办事处 在虚拟货币回应小组VCRT 以及乌克兰国家警察局网络部门 和主要的调查部门 以及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的协助下 对9个虚拟货币的交易网站 进行了法院协调授权 被查获的网站涉嫌 向个人提供虚拟货币兑换服务的非法活动 那么声明表示 FBI一共查封了9个从事加密货币兑换 并被网络犯罪分子所利用到的网站 相关的服务器也已经被关闭了 而其中位于美国的服务器 则是直接被美国政府强制下线 那么这9个被查封的网站域名 也显示在了当前的视频画面上 他们均向这些网站的访客 会提供到一个匿名的加密货币兑换服务 那么根据FBI的声明强调 这些不合规的虚拟货币交易所 他们的反洗钱计划是相当不严格的 只收集到了最低限度的KYC的信息 也就是了解客户的信息 或者根本就不会收集KYC 成为了网络犯罪的重地 其运营也是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章 第1960和第1956号条款 同时 这些网站的很多的时候 都是在专门讨论一些犯罪活动的 甚至也是在一些专门做犯罪活动的论坛上 打广告的 通过提供这些服务 虚拟货币交易所在知情的情况下 故意的支持客户 从事相关的犯罪活动 并成为了犯罪计划的共盟人 同时呢 这些在线交易所进行的大部分的犯罪活动 都涉及到了勒索网络软件的客户 也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诈骗分子和网络犯罪分子 服务网站提供到的是英语以及俄语的版本 那么本次的调查其实当前仍在进行当中 用户在打开以上被查封的9个网站时 会看到首页已经会出现到一个多语言版本的警告 通知用户这个域名已经被美国联邦当局所查封 经营的是无证的货币交易业务和协助洗钱的联邦犯罪 因此呢 环斯讯网也是提醒各位 眼下的网络诈骗是无孔不入的 大家在投资虚拟货币的时候 一定要务必的提高警惕 不要在什么网友的建议之下 就要去第三方的非法交易平台来投资虚拟货币 避免落入到杀猪盘的骗局 如果不深被骗 请您一定要及时的报警 并向FBI网络诈骗部门在线的进行投诉 那么FBI的网络诈骗部门的相关网站呢 其实也是很好记的 就是www.ic3.gov就可以了 相关表格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到 我们现在继续来关注到网站街